大家好,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还是来一起来关注今天市场头条新闻 今天美国市场普遍承压 投资者将原因主要归咎于联邦快递的财报 那么一个公司的财报怎么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联邦快递是美国的第二大物流公司 那么运输类的公司它往往被认为是经济的先行指标 也就是说判断未来的宏观经济形势 经济学家、投资者们通常会把这类运输类的企业 他们的表现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那么昨天盘后联邦快递公布了他的财报 反映出来运营非常糟糕 而且联邦快递他宣布取消他之前对今年全联做出的预估 他要重新调降他的目标 那么这个就让市场感觉的很害怕 因为联邦快递他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比人们想象的要糟糕的多的多 而且不仅是美国的经济 全球的经济 因为联邦快递他负责全球的一些物流 就他们感觉全球的经济目前都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状况 包括最近这个海运市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 都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联邦快递他这个财报体现所谓的糟糕 究竟有多糟糕呢 能够以至于吓坏了整个市场呢 那么用德银的分析师的评论呢 你可能够能够感受到一点这种糟糕的程度 就德银的这个分析师讲 他说这是他们20年中看到的最糟糕的报告 当然他这个所谓的20年看到最糟糕的报告是 指德银一直跟踪研究联邦快递 这个是他们跟踪了20年的研究当中 这一次是最糟糕的这样一种财报 那么给大家一个直观感觉呢 他的糟糕程度就预计一季度的收益为美股3.44美元 这个是他财报公布的 那么分析师预期呢 在他公布财报之前 大家预期呢是每股5.1美元 那么他公司的这样一个财报就显示 比市场预估呢低了33% 而且联邦快递呢 他也撤回了他对2023年的盈利的预期 同时呢 他也宣布要关闭在美国的90个营业网点 而且要裁员 所以无论从经济数据分红的表现 以及他内部经营结构的调整 让市场的真切的感受到 确实是未来的宏观经济遇到了大麻烦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今天市场这样一种悲观的情绪呢 实际上还是在进一步的消化 周二公布的8月份的通胀指数 因为周二公布的那个8.3的这个8月份的通胀指数 确实很不好 然后你也注意到有一些中国媒体评论这个数据 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说通胀数据高 他这个并不高 因为他比7月份还下降了 7月份8.5 9月份8.3 8月份8.3 他还是下降了 并不是恶化了 市场担忧 担忧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担忧在造成通胀 最大的因素的能源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之后 这个美国的通胀仍然是一种高企状态 历史高位水平 那么这个就让市场有点慌了 就说这个通胀不那么容易打下来了 因为你美联储加息嘛 对这个石油市场这个打击作用非常有效 但是他这种通胀呢 已经传导到各行各业了 就有些行业没有理由就跟着一起涨价了 那么要把这样一种各行各业都进向涨价的 这样一种潮流把它打下来 难度远远比单一因素或者若干主要因素 制造通胀那种状况要难得多得多 所以这个是今天这种悲观情绪的传播呢 除了联邦快递的这个糟糕的财报 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 人们进一步在体会 本周二八月份的这个通胀指数 那么第二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早上密歇根大学 他发布了美国九月份消费者新型指数的初值 那么他发布的初值是59.5 那么在这之前呢 经济学家们预计的是60 那么59.5比60略低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还是低于预期 但是呢 市场也看到就这个数据呢 比八月份的中值58.2 确实高了 所以这个数据呢 应该讲不好不坏 但是呢 他今天公布的一个结构性的数据呢 也会给市场带来负面 就今天他这个结构性的数据呢 公布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调查了人们 对短期的美国通胀率的下降 这个呢 人们的感觉呢 比之前的更好 就认为一年之内 美国的通胀会降到4.6% 那么这个是9月份以来的 最低是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说明消费者对美国的通胀下降 越来越有信心了 但是呢 另外一个数据呢 就不那么阳光了 另外一个数据就 目前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长期的通胀 也就是未来三到五年的通胀 美国的通胀啊 下降的预期呢 比之前呢 他们认为更难了 就上个月 消费者认为 未来的长期的这个通胀 会下降到3.5% 但是呢 这次调查呢 就人们认为 三到五年内的 这个美国的通胀 仍然会有4.5% 就是这个通胀 高通胀 它会长期存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消息了 当然随着油价的这个价格的下降 它会有助于这样一种通胀局面的改善 但是还是需要时间 也需要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之后 市场的表现 怎么样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第三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佛罗里达的这个联邦法官卡龙 就是川普啊 他找了第二位法官 因为有一期视频呢 LT有些表达了 有些说错了 认为呢 两个法官是一个人 他不是的 是两个人 就最早向FBI 发放这个搜查令的那个法官呢 是另外一名法官 那么后来川普呢又告到另第二位联邦法官 卡龙那个地方 他告到卡龙那个地方的要求呢 就是说 你要阻止FBI这些人呢 去查验查看 从川普家搜走的那些机密文件 那么川普提议呢 你要任命一位特别的官员 专门来审阅川普家的那些信息 那么川普提了两个候选人的名单 美国司法部呢 也提了两个候选人的名单 那么今天美国舆论在议论什么问题呢 在议论 这个第二名法官就川普找的 告的这个法官呢 卡龙呢 他做出了决定 他说呢 采用川普推荐的两名法官中的之一 作为特别官员 来审阅FBI搜查的这些文件 那么这个新闻呢 在美国呢 热议了两天 那么今天呢 美国舆论呢 就把焦点聚焦到这个 被卡龙任命的这个特别官员 他这个为什么要定这个人 定这个人呢 对谁有利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首先第一呢 是司法部认为 这个事你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他说你怎么 司法部在调查这个事 那么你要 本来调查人员应该有权来审阅这些文件的 但是川普说不让 你法官就说同意 川普的想法 就不让他们看 那不让他看的话 你要找一个人来看的话 要找一个代表国家利益的人来看 你又采纳了川普推荐的人 所以说司法部认为呢 他们要上诉 我反对你任命川普推荐这个人 但是今天美国舆论的聚焦 川普任命的这个人呢 LT注意到 无论是自由派媒体 还是保守派媒体 对这个人的评价 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法官呢 任命的这个特别官员呢 卡农任命的这个可以审阅 从川普家收集的这些文件的这个官员呢 是一个前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的首席法官 那么目前呢 他处于一种半退休的状况 那么这次 卡农的任命他为特别官员来审阅 又把他推到一种风口浪尖 那么这名78岁的叫迪尔里的前任首席法官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人们就很感兴趣了 那么借此机会向网友们介绍一下这个人 你了解这个人之后 你大体上你能够判断他未来会做什么 首先第一呢 这个迪尔里呢 他是里根时期任命的联邦法官 就他非常资深 当然了 他也有显著的共和党背景特色 那么他在他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 他是广受好评的 就各方面对他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因为一般的这个总统 他有权撤换任何这个联邦法官 最极端最极端的是克林顿 克林顿上台之后 他宣布所有的之前共和党提名的 联邦法官全部解雇 重新任命 他那个做的最极端的 一般的总统 甚至包括川普这样很有个性的人呢 他会保留一些 就前任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 他会做一部分的修改 你做修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你还要经过参议院的表决 那么这个第二里呢 你看他从里根任命以后呢 经历了这么多总统呢 他一直能够得到认可 所以这个人呢 他很资深 而且呢是各方面还是比较信任的 这是一个背景大家要了解的 第二个背景大家应该了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他美国的法官在一些判案当中呢 他们要讲究条条框框 是非常机械的 那么在媒体当中呢 就流传一个 第二里的一个办案的 这样一个典故 就他曾经在审判呢 一名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的成员 他曾经呢策划过袭击 英国曼切斯特的一个购物中心 纽约的地铁系统和丹麦的一家报纸 那么这个人呢 巴基斯坦人呢叫纳塞尔 他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呢 他就向这个第二里法官呢 进行陈述 他说尊敬的法官 的确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研究 而不是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我不是也从未是职业犯罪 你看人家这个人呢 人家又炸了这个什么购物广场 又炸了什么地铁 人家在法庭上坎坎尔坛 我是专门研究宗教的 我是个学者 我从来没有职业犯罪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法官第二里呢 就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法官说 我知道你不是 但是你是个恐怖分子 他这个这样的讲话呢 就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 就是你跟这些啊 很极端的宗教主义 这些恐怖分子 你去跟他谈道理啊 是没完没了的 你再把你包装成什么学者 什么宗教研究者 但是你确实炸了人家商场啊 你确实炸了人家地铁啊 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你就是个恐怖分子 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所以这个是对 第二里的背景的一些了解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任命这个 第二里这个 作为特别的专员 来审阅 从川普家搜索的这些文件呢 坦率来讲 对川普是有利的 即便是我们认为 他不会带有党派色彩 不会有些失利 那么在卡龙的这个任命 这个特别官员的时候呢 第二里作为特别官员的时候 他规定了一个审阅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很有意思 他把它设定在11月30日 就到11月30日之前 你都可以慢慢看 那么这个呢 就让很多民主党人呢 就觉得这个明显的 在操弄一些党派利益 这明显的在 有利于这个川普 因为你把时间呢 把他月券的时间 定到11月30日 那么他就过了 美国的中期选举 民主党人呢 拿这个事呢 还要 本来是要准备 大干一番的 准备要影响 中期选举的 现在卡龙法官 这么一个任命 都不能看了 只能定一个人看 那一个人看呢 看到什么时间呢 看到11月底 等看完了再说 那么这一下呢 就中期选举之前呢 谁也不能拿这个事 说事了 所以这个呢 这招呢 坦率来讲 我们如果是脱离 这种党派之争的话 从他这种技术上的 考虑来讲 就这个招数 还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效的 你确实是 你如果是 即便是 司法部上诉的 最高法院 想来推翻卡龙的 这个决定的话 那这个时间 也会拖到 中期选举以后 所以说这个 海湖庄园的 这个搜查案呢 可能这一次 中期选举呢 可能对民主党来讲 他就帮助不大 或者是 共和党的拆弹 基本成功 所以这个事 你就很有意思 你了解美国的 这个政治啊 他就是很有意思 里面也有很多 技术含量 第一 事件 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 重要新闻 是被美国政府认定的 中共的大外宣 所谓被美国政府认定 就是川普时期 他公布了一个名单 就你凡是被认定的 中共代理人 你这些报纸 不能进白宫的 那么其中就点名了 新岛日报 香港的新岛日报 那么新岛日报呢 他也没有辩解 他确实就是 中共的大外宣 那么新岛日报 昨天他发了一篇文章 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那么这篇文章呢 显然是中共 在有意的放风 或者是试探 那么新岛日报 这个报道 什么内容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呢 他就讲了一个 二十大的一个 重要问题之一 就是习近平 会怎么修改中共党章 当然有些网友 可能会讲了 共产党愿意怎么修改 怎么修改 我们又不是共产党 这个观点 也不能错哪去 但是呢 你如果要了解 中国社会 了解中国政治 你也必须了解 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共党 现在有九千多万人了 他可能严格来算的话 可能过亿的可能性都有 他已经变成一个 全民党了 几乎每一个 中国人的家庭关系里边 都会有 中国共产党的人 所以说 你无论站在 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 还是只要关心 中国问题 你绕不开 中国共产党 那么新岛日报 他怎么透露 这个中共将要修改的 这个党章呢 他首先回顾了 十九大 习近平怎么修改的党章 就习近平在十九大 他把 把有他个人色彩的 或者有他个人痕迹的一些说法 把他加入了中共党章 他加入了哪些内容呢 比如 他加入了习近平新时代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他把他写进了中共党章 第二呢 他把他维护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 他把他写进了党章 就是他的个人地位啊 写进了党章 因为在这之前呢 胡锦涛江泽民都没有这个待遇 或者都没有把党章呢 改写成要维护 个人的这个领导地位 都没写 那么习近平他把他写进去 所以说也是很多专家 中共党史专家认为 从十九大党章的这一条 把他个人的名字写进 明确为党的核心权威 预示的他要搞终生制 那么第三个他把他改的呢 他把党领导一切写进党章 这个毛泽东时期有 后来邓小平搞党政分开 把他拿掉 习近平又把他恢复 那么第四个呢 习近平把他的一些 个人色彩的政治运动的标签 把他写进了党章 比如说全面从严治党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等等 那么二十大 习近平他会怎么修改这个党章呢 那么按照新岛日报的透露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两个确立 这也是习近平终生制的理论依据 打引号的理论 他要把他写进党章 本来是没有的 他要把他写进去 写进去以后 他再反过来 按照党章的要求 必须得让他重生制 就是他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他这个修改会怎么修改呢 他会加入这么一段话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 为党中央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导地位 这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历史进程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以他这个透露 还是比较严谨的 他连标点符号 这个文字的组织 都像模像样 第二个方面呢 星岛日报透露 他这个党章修改呢 就习近平会把他 非常无耻的一句话 写进党章 就哪一句话呢 就遭到几乎所有 中国网民的嘲笑 甚至包括小粉红 就习近平 他一直在与西方吵架的时候 他在被西方批评为 独裁不民主的时候 他就强行的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才是民主 我们是全过程的人民民主 所以说这一次 星岛日报透露 全过程人民民主 会写进党章 那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用他这个 强行的定义 中国共产党推行的 这种管理 就是全过程的民主 他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你们都说民主好 那我这个就是民主 你们说专制不好 我这个是民主 因为我叫民主啊 我怎么是专制呢 所以他要改名字 就本来他是个恶霸的 他改名字改成一个顺民 改成一个良民 他就是良民了吗 你如果继续干偷鸡摸狗的事 你仍然是个恶霸 所以这个全过程民主 与民主本身是没有关系 他只是习近平想 把这种独裁专制集权体制呢 他把它改个名字 你们都喜欢听民主 那我就全过程民主 这个要写进党章 这个你能够体现 这是一种极端的无耻 那么第三个方面他党章修改呢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公民刁鱼了 他十九大把他提出来的四个字信写进了党章 就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那么十九大召开之后呢 习近平他发现还少了个字信 再加一个字信 加一个什么字信呢 他加一个历史字信 他要把它写进党章 那么这种文字游戏呢 这是他的权利 因为这是他的党 第四个方面 这个党章的修改 而且新岛日报很确切的剧透 就是习近平 他会把所谓的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他会把它写进党章 那么LT理解他写进这个党章 对习近平来讲 他就像十九大 把他作为党的核心写进党章 那个一样 他还是为他的个人利益 埋下了伏笔 因为他要推行终生制 他有什么理由 要赖着不下台呢 他现在唯一理由就是 现在世界大变局 你看这么乱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 那这个国家会完蛋的 所以因为太乱了 需要我来领导 那么光讲这个世界太乱了 必须得离不开习近平 这个还不够充分 所以习近平对内一直操弄的 这个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他还是台湾问题 那么他会给中国这些民粹主义 画一个大饼 就他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他能够让台湾俯首称称 离开了他 台湾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也为他遥遥无期的 这样一种终生制 任期 他在做一些铺垫 所以这个问题呢 LT倒不赞成 有些人认为的是 习近平急于统一台湾 这个不是 LT认为习近平撩拨这个台湾问题 他主要还是为了维持 这样的义和团 小粉红 民粹主义的热度 只有这个问题 他便于他操弄 因为他操弄反美的话呢 操弄多了 他会搬石头砸石一脚 因为你说的那么狠 你敢碰人家美国一个石头吗 人家把军舰台湾海峡开来开去 南海开来开去 你敢把人家怎么样呢 所以他操弄民粹呢 一方面可以反美 但是呢 说多了 会给他自己带来难堪 所以说操弄台湾这个问题呢 是他一个低成本的 操控中国人民主情绪的 一个重要的开关 所以他会把它写进党章 第五个呢 这个不是新岛日报讲的 这个是LT自己的观点 曾经提到过两次 那么这个地方再强调一次 LT认为呢 他会党章里面 会把习近平描述成人民的领袖 就人民的领袖 习近平会把它安在自己的名头上 他会给自己争取一个名号 所以按照新岛日报透露的 四个方面党章修改 那么LT在补充这么一点可能性的话呢 就是认为他会做这五个方面的 党章修改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大的 第六条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中国的网络都在流传一个 很正能量的新闻 这个新闻的标题呢 大家可能在各种媒体 社交媒体可能也看过 它的主要内容是 网传美国电动车 2024年之后 将禁止用中国电池 比亚迪懂命回应 电动车行业咋脱钩 那么这个具体内容呢 中国的媒体普遍做的报道内容 也是一样的 它具体内容是这样 9月15日 网络传出一张截图 称美国IRA法案要求 2024年之后将禁止中国电池 对此 比亚迪懂命 李前 15日下午 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 没看出来 电动车行业咋脱钩 在电动车行业 美国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 靠加大补贴来扶持 而中国已经完全从政策驱动 转向市场驱动 这个比亚迪这个懂命 他在彭学发的这个贴文呢 被广泛流传 而且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 镜像传播的一个内容 这个呢 给中国的网络上带来一股正能量 什么正能量呢 第一 你看我美国已经 美国还在初级阶段 我们已经完全已经市场驱动了 已经走过那个初级阶段了 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了 第二呢 你美国你想跟我脱钩 你脱不了啊 离不开我呀 那么对这么一个爱国正能量的新闻呢 LT想出了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这是一种典型的 中共的这种宣传手法 它是用一个假新闻 在假新闻的基础上 来煽动民粹主义 为什么说是个假新闻呢 你看网传美国电动车 2024年之后 将禁用中国电池 这本身是个假新闻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 从来没有这样的法案 因为在之前LT这个频道 也给大家讲过 就拜登政府起草的这个通胀法案 也得到了国会的批准 也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 在这个法律里面呢 就提到了对电动车的鼓励 那么他对有一个7500美元的 这样一种优惠 这种优惠呢 是对于你在北美地区生产的电动车 才会享有补贴 那么特别强调重要部件也必须在北美生产 才能拿到这个补贴 那就包括电池 所以他这个并不是禁止这个中国电池 他只是对在美北美生产 还不光是美国 你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可以 所以你看他这个新闻的前提标题就错了 网传美国要禁止中国电 这个本身就错了 而且到目前为止 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沟通的只有韩国 因为韩国像大宇啊现代电动车做的都不错 但是他的底盘呢 电池都在韩国生产 他享受不到这个游会政策 那么韩国人呢在交涉 那么最终交涉嘛呢 你只有把你的电池拿到美国来生产 或者拿到加拿大墨西哥生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并不是禁止 所以这是个假新闻 第二呢 就比亚迪的这个董秘这个说法呢 他也是忽悠外行人 什么美国还处在初级阶段 中国哪一家电动车能够接近特斯拉呀 你怎么还成了 人家成了这个初级阶段 你倒成了一个完善阶段 而且你中国电动车 主要电动车厂商 都是美国资本在投资的 甚至是在美国上市的 你怎么就翻脸就不认人了呢 怎么就变成了 美国是初级阶段 中国已经成熟了呢 所以第二个方面 RT认为啊 就中国的电动车 它很可能是另一个共享单车 为什么呢 现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呢 就低质化 同质化 缺乏创新 而且最近 几个主要的电动车厂 都暴露出来严重的亏损 在烧钱 那么烧钱的背后是什么呢 它就是在补贴 相反 特斯拉人家早就在盈利了 所以说它这个是一种 不是实事求是的言论 它就是一种 民粹性言论的演说和表演 那么第三个方面 RT想做的评论 就在电动车领域啊 目前来讲 它就有一点像 苹果手机上市之前的那样一种 智能手机的市场 就大家回顾一下 就当年 中国的这个智能手机 也是品牌繁多 也在全世界来讲 也是大部分 智能手机品牌 也在中国 但是 苹果一出台之后 纷纷倒闭 你包括今天 中国所谓的手机 你整个的核心 你还是用人家这个 Google的这个软件 你还是缺乏创新 你还是就是个加工厂 你不能把加工能力去等于这种创新能力 昨天LT看了一个新闻 与网友们分享一下 就美国有一个17岁的中学生 他在电动车的马达上有一个重大突破 就人们现在一股脑啊 在研究电动车的电池 实际上电动车的核心嘛 除了电池 马达是他最核心的技术 特斯拉 他的竞争力核心之一 也是他的马达 那么最近这位17岁的中学生 他通过他独有的一种技术理念 他对这个马达做了重大的革新 同样在电池领域 日本的也有些新的成果 不断在出现 所以说你看这个比亚迪的这个 董秘这个 弄的这个第一 你离不开中国 脱不了沟 而且中国已经很成熟了 你们还在初级阶段 这种言论能够迎来中国网络的一片喝彩 既体现了这个比亚迪这个董秘的无知 也反映了有一些粉红网民的这样种无脑 这俩碰在一起就能插出火花 那么最后呢 再与网友们分享 正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 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的有关新闻 也很有意思 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连续 再与网友们分享这个上海组织峰会 那么有三件事 值得网友们了解 第一件事呢 是昨天晚上 上海组织峰会的这个元首们呢 举行晚宴 所有的到乌兹别克斯坦参加这个峰会的元首 都参加了那个晚宴 唯独去习近平 哎 习近平白天都参加好好的 怎么到晚上这个活动了 晚宴不参加了 人们都感觉很奇怪 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习近平也接见了这些 与他关系相近的这些外国元首 那么约举行的那个盛大的晚宴 哎 当时呢 是独缺普京 那么缺普京什么理由呢 因为普京已经上飞机了 他要回去打仗 他人不在中国 离开中国了 那个还容易解释 习近平就在乌兹别克斯坦 就在会议的场地 哎 他为什么不参加 那么中文媒体问中国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不讲 拒绝回答 那么有乌兹别克斯坦 会议组织方 与习近平的随从去沟通 那么他的随从说呢 因为有疫情的要求 管制要求 那我们习主席不是不参加的 所以这个事呢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 广泛的这个议论 那么LT呢 想做五个方面的评论 对习近平去哪了 就昨天很奇怪 你专门跑来参加这个会议 你又是发起国 那么一个重要的活动 晚宴 你为什么不参加 LT有五个方面评论 首先第一呢 就中国网民呢 在热传一个贴文 就有一个网民呢 说把自己的国民 关在家里 自己出去装币 ABCDD的币 自己出去装币 那么这个呢 流传很广 显然 中国外交部 肯定也会知道 那么假如说出现了 习近平在推背换载 他会更加激怒 中国民众的这种不满 所以这次LT任务 习近平他为什么 不参加这个晚宴 他的内心 他的状况呢 还是在一种疫情防控下 他每天在教育中国人 要怎么样的防 他也不敢 这个戏呢 不演下去 因为他还没宣布结束 他也不敢把他演下 终止这个演戏 他要把这个戏 一直演下去 这是第一个方面 就他既骗中国人 他同时在骗他自己 第二呢 就从习近平这次出访 整个过程来看 他还是做这种防护 还是做的很认真的 就看起来呢 他确实有点怕 怕感染 第三个评论呢 就习近平把自己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 他只在极少数场合 摘下口罩 他在哪个极少数场合呢 就一个是乌兹比克斯坦 总统给他受勋 他摘了口罩 第二呢 乌兹比克斯坦 与他一起参加这个 仪仗队的欢迎仪式 其他所有人戴口罩 那么只有乌兹比克斯坦 总统与习近平不戴口罩 那么这个呢 是极少数场合 他不戴口罩 当然于普京 做谈的时候 其他人都戴口罩 他那个时候 没戴口罩 剩下大部分场合 他都是戴口罩的 那么他这样一种 全副武装的样子呢 就有点像我们目前在国际航班当中 看到的中国人穿成大白的样子 这个呢 给人的感受不是谨慎 而是一种愚昧 他就有点像呢 当年大清的外交使团的 参加国际会议 人家都在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长鞭子的人呢 不知道从哪个部落跑出来的 就很奇怪 他们自己也感觉奇怪 但是大清的外交使团 带着长鞭子 那个还容易解释一点 那个是传统的原因 那么中国人现在国际场合穿成大白 像习近平这样的口罩不立身 这个他就是体现的是一种愚昧 滑稽 可笑 第四个方面呢 在习近平装身弄鬼的那种状况下 谭德赛 思维组织人家宣布疫情即将结束 所以谭德赛那个讲话呢 就让习近平的更加可笑 特别在国际场合 就显得更加可笑 在国内嘛 他还是穿的比较少的 但是一到国际场合 他就显得非常可笑 那么第五个呢 就习近平的这样一种啊 缺席耍单帮 他会给其他的上合峰会的元首 带来什么感受呢 就大家看到那样一个照片 没有习近平在场的情况下 所有的元首们都摘下了口罩 或者换句话说 习近平在场的情况下 有人戴上口罩 也是完全为了照顾习近平的感觉 所以这些人的内心呢 他也一定会嘲笑习近平这样一种啊 愚昧 虚张声势 所以说你看当习近平不在的时候 大家都把口罩摘下来 这次上合峰会啊 一个非常滑稽的一幕 那么第二件与网友们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有关 上合组织峰会的新闻呢 是今天普京与这个印度总理莫迪 进行了会谈 莫迪呢 他昨天也没参加晚宴 是因为莫迪是昨天晚上赶到的 他并没有参加昨天的一系列的活动 他今天与这个普京呢 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那么这个会谈呢 引起国际媒体普遍的关注 因为两人的会谈是当着记者的面 莫迪当着全世界的面 当着普京的面说 这不是一个战争的时代 不应该进行战争 就当然是批评普京侵略乌克兰 那么普京做了两点解释 这个也引起国际媒体普遍报道 普京第一个表态 他说我们会尽可能早的结束这个战争 就越早越好 我会尽早的结束这个战争 这个人们听起来很舒服 第二句话 普京讲 他说现在啊 关键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人呢 他们相信在战场上能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本来要谈判的 本来的就是可以不打的 你看这个战争呢 主要是乌克兰人要打 那么普京讲了这个话之后呢 国际的媒体的普遍 认为普京的又在说胡话 为什么呢 乌克兰人 你侵略人家乌克兰了 你到人家那种炸火之战 炸医院了 人家还能不反抗吗 你结束战争 就是侵略者退出乌克兰 这个是结束战争 所以说莫迪批评普京的 发动这场战争 而普京做的解释呢 说是乌克兰人要抵抗 那么给国际舆论的普遍管干呢 就是普京是个自闭症 他还在一种自我狡辩 那么LT对莫迪啊 与普京这个会谈呢 想做三个方面的这个评论 首先第一 普京的辩解非常苍白 战争的性质是俄罗斯侵略 结束战争的唯一方式 是俄罗斯撤军 乌克兰抵抗 不是战争无法结束的理由 第二 莫迪当面对国际媒体 对普京讲 要求结束战争 这个呢 就与习近平与中共 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 这与中共的所谓的撤印论 就例如说撤印论 或者是普京表扬他们的平衡论 高下利剑 就这体现了两个国家的价值观 领导个人的素养 差别是非常大的 因为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 不亚于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 就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的稳定性 远远高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稳定性 那么莫迪当着全世界的面 批评普京 要求停止战争 这个比习近平呢 唯唯诺诺 根本不敢提乌克兰 即便提到普京的侵略战争 也是普京自己说的 习近平根本就不敢当普京的面提 这样就显得习近平呢 是非常猥琐和投机 根本上 他反映一种啊 非常不堪的价值观 没有立场 没有是非感 所以莫迪这个讲话 他像一面镜子 把习近平一造 造出来是个小丑 那么第三个评论呢 与莫迪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这么稳定 这么牢固情况下 能够批评这个普京 反倒之论呢 就中俄之间的更像是阴谋团伙 就中俄的关系更像是阴谋团伙 这种阴谋团伙呢 两大特征 第一互相利用 第二互相陷害 就像昨天普京讲的 我跟你讲过了 我乌克兰立场 你听不进去 我今天再给你讲一遍 那么你连俄罗斯的乌克兰立场 你都不理解 你怎么能够大言不惭的 当着俄罗斯人面讲 各方面侧应呢 你把俄罗斯人当赏话了吗 所以说你看 中印关系与中俄关系 它是一个明显的对比 中俄关系更像阴谋团伙 互相不信任 互相利用 那么第三个方面 与网友们交流的 有关上合组织峰会的 是印度的媒体 今天曝光了这次峰会之前 中印之间的交易 那么也许呢 网友们很少能够从其他媒体 或者是自媒体 能够了解这个新闻 这确实是个大新闻 今天印度的主流媒体 把会前习近平的妥协 为什么会妥协 把它完全曝光了 相信中国媒体不敢登 它是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三个阶段 第一 7月17日 印度再次要求 中国从摩擦点撤军 那么中方拒绝 那么到了9月8日 中印突然宣布达成了协议 中国从这种摩擦点撤军 印度里也后撤 但是允许印度人去巡逻 紧接着 中国外交部新发言人毛宁 在上周五的下午 向记者说了一番话 中国人谁也听不懂 他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国妥协了 那么毛宁在这个讲话里面 他讲了一句 中国人听不懂的话 他说 中国坚决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个立场没有改变 他非常坚定 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 协商处理分歧 那么这句话呢 毛宁讲了之后 中国人听不懂的 但是中国以外的人都听得懂 这个就是他在解释 我现在撤退呢 不是我输了 不是我让出去了 我立场不会变的 那他为什么要撤呢 那么这就是今天 印度媒体的曝光 印度的总理莫迪就说 你不撤我不参加这个上合组织峰会 那么习近平呢 作为这种发起国 而且呢 他又与俄罗斯之间 又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且要 伊朗的 要加入上合组织这一次 他要去签字 签协议 那么习近平呢 又是个好面子 那么印度要是不去的话呢 上合组织就明显存在分裂 所以说习近平希望 莫迪一定要去参加 那么莫迪就说 那你得拿条件来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做出了这一种 撤出摩擦点的决定 所以这个呢 是外界第一次知道 9月8号 中印双方达成协议的内幕 就是莫迪拿这个上合峰会 来做交换 那么IOT对这个事呢 想做几个评论 就第一 中共好面子外交啊 被各国已经看穿了 所以说莫迪呢 轻而易举 拿这个事做交易 我去参加会 你得给我撤军 所以中共在那 倒入两年多的 那终于撤了 第二呢 就今天这个报纸 全文LT认证 阉读了一下 就印度对目前的中国 他们有更深入的了解 就他们认为 中国没有那么可怕 就以前呢 高看了中国 那么印度目前 是怎么看中国的呢 首先第一 印度认为 中印都是两个合国家 没有谁 能把谁怎么样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怕中国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判断 他们认为 中国现在内部问题啊 多如牛毛 他们麻烦缠身 今天印度媒体报道 他这篇文章里面讲 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问题 中国变态管制 变态清零运动问题 中国在国际上 很少有互相尊敬的朋友问题 中国的台湾问题 激怒整个世界 中共的二十大 习近平要搞终身制的问题 这个在中国 引起民间的不满 那么最后印度他强调 他今年超越了英国 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 同时印度目前是 全球第二大消费国 所以说 在与中共对峙的过程当中 印度没有任何理由退缩 你看他这个 那么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 你就可以了解到 这么一个真相 就是习近平为了莫迪 能够撑场子 能够给面子 这是他做的一种妥协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就很习近平 只要有面子 其他的都可以不要 以上就是今天 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